美军2C-135V侦察机 环球网2月19日报道 俄罗斯卫星网2月19日 援引监察网站Planredo报道称 一架编号为64-14846的美国空军2C-135V侦察机 从希腊苏达湾空军基地起飞 抵达非海海域 此后该机对克里米亚海岸进行侦察飞行 报道称 这架侦察机几次绕过克里米亚半岛边界 然后返回了基地机场 2C-135V侦察机在上述地区 行航了大约3小时 最近 外国侦察机 特别是美国飞机的活动 在俄罗斯边境增加 在过去的一年中 俄罗斯空天军地雷达部队发现 并半飞了98万架次飞机 其中大约3000架次是外国战斗机 1000多架次是侦察机 警戒部队4000多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俄罗斯国防部此前已提醒注意在国家边界上任意更加的侦察活动 并呼吁华盛顿放弃类似行动 但五角大楼予以拒绝 原标题 容装变迁40载 英姿萨爽展风采 改革开放以来 我军军服发展历程 军服是一个国家军人外在形象的重要体现 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改革开放40年来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和军队建设需要 我军先后对军服进行多次调整改革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目前 我军军服已基本实现制式统一化 品种系列化 功能综合化 号型标准化 整体装备水平接近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军服的变先 不仅反映出我军正规化建设所取得的进步 也为我们感受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就 提供了独特视角 78式军服应用新材料 减轻单兵复合 上世纪70年代末 我军进行了以减轻单兵复合 为主要目的的服装改革 这次服装改革方案 于1978年定型生产 命名为78式军服 改进 增加21个品种 军案计划于1979年起陆续装备部队 1983年换装完毕 这次服装改革的特点 是进一步扩大化鲜与棉花绘纺制物的使用 增加服装品种 改进生产工艺 在冬服配套和鞋行规定上 也有较大改进 主要将冬服罩衣 棉衣和大衣面料 改为迪卡布料 化学纤维种类扩大为迪轮 紧轮 金轮 维轮 丙轮等 新增加两用衬衣 毛毯 背囊 窥视帽 绒背心 干部皮鞋等被服品种 皮帽和毛皮大衣 采用新工艺生产 照一重量得到减轻 对战式军服 女军人下服加强收腰 裙子由之前的两个折改为六个折 陆海空三军 统一为藏蓝色 总体上看 七十八式军服在服装样式 颜色上 较六十五式军服 基本没有改动 所以 外界对七十八式军服不太了解 但七十八式军服 在我军军服发展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军服采用化学纤维 为国家节省大量棉花 由于化学纤维优良的机械性能 抗皱性能和抗霉柱功能 军服使用劳度 挺阔保行性 储存安全性等也有很大改善 特别是因为化学纤维比重小 一定程度上减轻冬服重量 使单兵型军复合得到较大幅度减少 寒区、温区、热区分别减轻十五 百分之六、十二 百分之六、十九 百分之二夏季型军复合减轻十九 百分之五 同时 军服外观也得到有效改善 85是军服 承上起下 振奋我军士气 改革开放后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改革我军体制单一 样式呆板 面料落后的服装是在必行 中央军委于1984年1月 批准服装改革方案 计划在1985年恢复军衔制的同时装备部队 因此 该系列服装定名为85式军服 后衣部队经检整编等情况 恢复军衔制推迟至1988年进行 而原计划的85式军服换装照常进行 只是暂不佩戴军衔识别标志 1984年10月1日 北京天安门广 行 大的 35周年 阅室 受阅部队身着新市85式军服略队 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这种相比65式军服外观有很大变化的全新军服 受到人们的关注 不过 85式军服 当时并未全面列装部队 到1985年5月1日 85式军服正式装备全军 结束了65式军服长达20年的使用历史 85式军服的主要特点是取消红领章 红五角星帽徽 恢复以白衣军徽为主体的圆形帽徽 干部 战士 戴大眼帽 佩戴坠丁有军种符号的肩章和领章 增加制式衬衣 团以上干部配发毛料服装 服装号型由以往的正负号 改为美号三型 在改善军容 提高试体率 增加军服调节功能等方面 起到积极作用 在单一的制式65式军服穿着20年后 85式军服的装备 极大振奋了我军士气 同时也为87式军服的研制 打下良好基础 在65式军服和87式军服之间 起到承上起下作用 但作为一种过度性质的服装 85式军服无常服 礼服之分 也没有制式做驯服 仍是单一军服体制 87式军服 配合军衔制 成套系列化 中央军委在1984年 批准装备85式军服时 就决定 我军服装 应逐步实行礼服 长服 做驯服系列化 1987年8月 新的服装方案正式定型并投产 称为87式系列军服 87式军服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式军服系列较完善 建立礼服 长服 做驯服和工作服系列 适应军人不同场合的穿着要求 二式改进长服样式 下长服由密领改为翻领 打开封闭数十年的领口 三式军服号型设置科学新颖 根据服装用途和着装场合 军服号型分为五号五行 和五号三行两个系列 四式军服质量得到提高 军官下长服 士官 学员下长服 军为毛料之物 五式军衔兼章标志清楚 军衔分级明显 军种服号具有象征性 1988年10月1日 为配合军衔制实行 87式军服正式装备全军部队 87式军服完善了我军军服系列 实现军服装备配套化 品种和号型系列化 显著改善我军军服的结构 质量和供应 但因受到当时 国家经济建设水平等因素的制约 87式军服系列中的许多品种 没有一步到位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我军开始陆续对87式军服进行补充配发 如87式制式衬衣 87式士兵东长服 87式校官大衣 87式下作训服 87式东作训服 87式迷彩作训服 87式卫官东长服 87式士兵访毛料下长服等 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开始陆续装备部队的 但87式礼服 大部分没有配发到位 只配发驻外武官 全军普遍装备的是 承服和作训服 97式军服 博彩仲长 展现威武文明风采 从1993年起 我军着眼革命化 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 开始研制面向21世纪的 与国际先进国家军服接轨的 新一代军服 决定1997年 香港回归时 首先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部队市川 所以这套服装 也被称为97式军服 1997年和1999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和驻澳门部队先后身着97式军服 进驻港澳 97式军服保留了87式军服的优点 借鉴世界先进国家军服的长处 与87式军服相比 97式军服在结构 用料 颜色 服饰 及配套等方面 均有较大改善 尤其是样式和颜色更为美观 大方 协调 形成陆军以棕绿色为主色调 海军 以白色和藏青色为主色调 空军以蔚蓝色为主色调的 三军军服颜色体系